大家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啊 计算机网络病毒的一个制作方法与防御啊 那么一提到病毒呢 大家肯定能想到啊 电脑一般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病毒呢 哎 突然电脑变卡了啊 或者是说我的电脑操作不是那么灵敏了 点击什么不生效了啊 这些有可能都是病毒发作产生的啊 那咱们今天呢 就需要用到的一款这个东西啊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建议大家安装咱们一款虚拟机软件啊 安装这款虚拟机软件 然后呢 我们在虚拟机里面去进行操作 那么最近比较火的一门技术叫虚拟化嘛 是不是 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需要采用的这个设备啊 我们管它叫虚拟机软件 那么咱们这个V5R啊 Worker Station这个软件呢 我会把它放到咱们的QQ群里面 因为比较大嘛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参照我上面写的一个QQ号 然后加一下群啊 加完群之后呢 到这里面直接去到文件里面下载这款软件啊 就OK了啊 群号在这儿 群号在这儿 那么下好这款软件啊 它的安装方法跟步骤啊 我都把文档啊 书写的啊 非常的完整啊 那里面所有的操作步骤都有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软件的安装包双击 安装就OK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需要大家用破解软件 将咱们这个软件啊 破解成正版的啊 对 看这是已经许可了 对吧 许可状态 那如果说不许可的话 也可以用 但是只能使用30天啊 只能试用啊 不能永远的使用 那么咱们这个东西呢啊 希望大家回去自己安装 然后我们来开始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课程 是这样的 那么之前呢 咱们都用过电脑 对吧 那么电脑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在开始里面啊 打开一个叫做运行对话框的东西啊 然后在运行对话框里面 我们输入CMD啊 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用过啊 其实电脑除了用咱们的键盘鼠标操作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命令来控制它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就要了解一下简单的这些批处理命令如何来使用啊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步骤 我按的这块1234都给大家写好了啊 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呢 干什么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对吧 那么文本文档右键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就OK了啊 就出来了啊 这些操作都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在里面输入一串命令啊 一串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如果我们想平常让电脑关机的情况怎么办呢 点开始 点关机 关闭电键机 或者呢 用键盘的快捷键 按out键 加F4啊 这个也能够让电脑关机 那么 Ctrl加T 嗯 我给大家先写一下 在这儿 其实是A LT这个键 然后加上什么呢 加上键盘的一个F4啊 大写的F4键 那这个呢 也是同样可以调出文档菜单的 对吧 但是命令的话呢 就需要我们这么来打 我给大家来输入一下 看的啊 SHUT啊 DOWN Shutdown -S-T 然后输个600啊 它的具体的作用啊 具体的作用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呢 前面是命令的关键字啊 这是命令的关键字 它的作用呢 是说 现在让系统开始关机啊 关机 然后干什么呢 加一个时间啊 600秒之后 开始关机 那么它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Ctrl加回车 大家看 好 那么现在出来了一个对话框 那么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呢 写着是系统即将关闭 对吧 即将关闭 离关机时间 还有9分啊 10分钟 对吧 那你会发现我点不掉 对吧 关不掉 怎么操作 怎么没反应啊 那这就是命令执行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想要关机了 怎么做呢 SHUT DOWN Shutdown这个命令还是需要打出来的 它就是一系列关机动作的主命令啊 加一个-A 好 一回车 你会发现 这个框没有了 啊 这框没有了 那没有了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啊 交大家一招 这样呀 SHUT DOWN 后面不接任何命令参数啊 我们直接回车 那这个时候它告诉你 你的用法有问题 对吧 必须要跟参数 那这里面呢 它会详细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现在我们这里面都有哪些执行动作 那我们一般常用的呢 比如说-L 啊 这是大写的L啊 那这里面是注销 -S表示是关闭计算机 -R呢 就是表示重启计算机 然后我们刚刚加了一个-T 作用是超时时间 也就是说多长时间以后关闭此计算机啊 这个命令 我相信大家和一看就能看得懂啊 CLS倾向评 那么来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要求是这样 那黑客的思路呢 就是利用咱们最简单的操作系统的命令 来执行它想要达到的结果 那你比如说 它发给你一个文件 我双击一执行 就会发现电脑关机了啊 当然这是一个恶搞了啊 那我们要使用的步骤呢 在这里面都有写啊 那么一二三四步 那么一步一步来操作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啊 或者是磁盘都可以 然后你会发现有工具选项栏啊 工具选上来 在工具选项栏我们选择文件夹选项啊 文件夹选项 在这里面找到查看这个分页啊 这个分页 这里面有一个选项啊 在这儿 我们要把隐藏一支文件类型的扩展明这个勾去掉 把它去掉 然后点击应用啊 点击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就做好了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新建的个文本文的后面多了一个点txt啊 这个就是文件的扩展名 那么扩展名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这样 简单给大家画一个图 那么比如说这台电脑 我用键盘给它输入一些命令去进去之后呢 要求它做哪些动作 那么电脑肯定跟人不一样 对吧 它需要里面用命令行或者是程序的方式 来去执行我们想要达到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打开一个word文档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去看 你的扩展名是哪些东西 那你比如说我的扩展名是点 然后是我的word 或者是点 然后xml 这个就是咱们office平常的一个扩展名 那么这些扩展名的作用 就是让电脑来识别 你想要用哪些程序来打开 比如说mp4 那这个时候那么电脑就需要用到这种扩展名关联的程序 那么用播放器打开这个文件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这个点后面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从常说的叫做扩展名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那么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应该更改它的扩展名 首先呢 我们进入文文文档 编写啊 编写咱们的刚刚所说的啊 我把自己放大一些 我把自己放大一些 sut down 然后-s-t 600秒 啊 关机 好 然后呢 文件 保存 或者大家按键盘的 ctrl加s啊 把它保存都可以 好 结束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双击 肯定这是文文文档 对吧 它的取决的作用就是后面这个扩展名 所以说我们要把后面这个扩展名给它改一下啊 改成BAT啊 然后随便点击一个其他位置或者回车都可以 你会发现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告诉你 现在你要改变扩展名会导致文件不可用 你确实要更改吗 没关系 这只是一个提示信息 我们点的是哦 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怎么了 这个图标已经变成了哎 这种形式啊 然后大家看现在我们要执行的目的就是双击这个文档 你会发现刚刚在左侧弹出了一个黑框对吧 然后又弹出咱们这个关机的一个对话框告诉你系统要关机啊 那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病毒的制作 它采用的原理呢就是咱们系统的一个真实的倒数命令啊 然后我们把它取消别让它关机啊 S-H-U-T-D-O-W-N 然后-S啊不对 -N-A回车 消失了 没有了 对吧 好 那它的危害在哪里呢 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咱们的电脑啊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启动 大家看到了吗 如果说我将这个病毒啊 放在了咱们程序里面 有一个启动悬向卡里啊 放在这里面 那就意味着以后我每次开机都会执行这个程序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程序每次开机就十分钟就给你关机了 这能理解吧啊 那么咱现在就是用最简单的这个病毒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病毒实际上就是一串代码啊 就是一个程序 它执行的呢 就是黑客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咱们就是最简单的来给大家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把它从命下名啊 给它改一下 叫做1.bt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那么第二个呢 那是这样啊 最简单的脚本之一啊 其中呢 我们又改了一下命令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命令先实现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啊 通过的道理 我们在这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啊 然后将扩展名啊 先不用改 消极进来啊 我们输入msg啊 boxbox啊 然后在这里面说一段话啊 比如说刚刚我们搞笑的啊 然后 帮助 啊 然后我把它保存 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 更改扩展名 那这回咱扩展名又给大家变一样啊 我们管的叫vbs啊 vbs 然后给它改变 大家看双击 哎 弹出来一个对话话 对吧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 我我觉得大家应该以前有见过 对吧 那你的小伙伴发给你个程序 或者在网站上有一个程序 我们一点击弹出一个对话话 然后点击确定它就消失了 对吧 双击弹出了一个对话话啊 这就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 小程序啊 那么当然命令也极其简单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命令啊 就ok了啊 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说把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文档放到咱们的开机启动项里面来 那也意味着每次开机都会弹出来你想要让它弹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咱们继续把命令升级啊 升级成什么样呢 我们管的叫做死循环脚本啊 死循环脚本 那其实死循环脚本呢 那其实死循环脚本呢 就是多了一个语法结构啊 在咱们想要弹出这个字符的这个对话框之外呢 我们加上一个循环啊 从这开始啊 到这结束之后呢 我不结束啊 干什么呢 我回到最开始再来一遍 那这个单词是不是就缓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命令我们来打一遍 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啊 同样的道理 我把它拐一下名 这是咱们第二个小程序 第二个小程序 然后呢 右键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在里面啊 我们输入第三个小程序 然后呢 到这里面编写啊 编写 do 然后msgbox啊 box 我们想要输入的一个字符 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循环操作啊 循环操作 loop 啊 是不是把调回来 loop 环啊 ctrl加s 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 把它的扩展名修改掉啊 修改成VBS 好 确定 双击 啊 你看弹出来了 而且这回奇怪的是 我发现我怎么点确定点不掉啊 点确定点不掉之后 怎么猫点叉 一样的道理 还是点不掉 对吧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死循环啊 那么经常在恶搞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小程序 写上你自己的话啊 通过一些及时聊天工具呢 发给你的小伙伴们啊 就开一个玩笑啊 那么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怎么删除啊 删不掉是挺烦人啊 右键啊 关闭啊 也不行 那么跟大家说 这么来关闭啊 你发现在最下侧啊 在左下角这块 有一个VBS啊 这是一个脚本的一个执行程序啊 windows都会带的 不管是温期XP 还是温时都有的啊 然后我们在属性栏里面 右键选择任务管理器 哦 然后在任务管理器里面 你看任务正在运行 对吧 结束任务啊 你看还是不行 点他 结束任务 结束不了 哎 结束掉了 没有了吧 啊 你会发现没有了 关闭这个程序了 大家记住这么来删除啊 那么除了这种方法呢 还可以用下一种方法 就是不结束任务的情况下啊 你比如说到温时 有的时候你结束 应用进程啊 结束不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到进程里面啊 进程里面 找到这个程序 然后结束进程啊 确定也会删掉了啊 这是两种方法 好了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操作步骤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啊 那么再制作一个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蓝屏炸弹了啊 你会你会发现代码量逐步的增加啊 逐步的增加 那么首先看一下 那这条代码的作用呢 啊 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利用NTSD命令啊 NTSD 然后干掉一个程序啊 叫做这个程序 那也意味着他会把我们的电脑啊 我先不说 来给大家操作一下啊 我把这个命令复制啊 我就不打了 然后找到开始运行或者是说我们灰标键加键盘的R键弹出运行对话框啊 然后在运行对话框之内呢 我们把这条命令沾到这里面来 然后大家看 我一点击确定 看效果 蓝屏代码 哦 然后电脑充气啊 那所以说 为什么要让大家在咱们这个虚拟机里面操作呢 如果真实机操作刚刚的命令 你看蓝屏了 我我相信大家在用电脑的时候都碰到过蓝屏的事件 对吧 那么电脑一蓝屏意味着就是某些组件 某些应用程序 有的时候甚至是硬件出现了问题 那出现问题之后呢 有的时候它会冲启 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的操作系统就启动不起来了啊 那咱们现在呢 只不过是杀掉了一个机制 我给你一下这个蓝屏的场景 其实不是让它真正的蓝屏 对吧 那我们怎么做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面右键啊 来我把PPT打开给大家看一眼 在这儿啊 注意我们需要啊 这步啊都操作过了 这一步也操作过了 对吧 那么其实主要的还是在这条命令上面啊 然后呢 大家需要把这条命令按照刚刚的一个套路啊 右键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啊 然后把这个文本文档呢 改成这是第四个小实验啊 然后双击进来 刚刚那条命令沾到这里面来啊 就OK了 然后保存啊 然后保存 或者Ctrl加S把它保存啊 保存好了之后呢 关闭它 关闭它 然后把扩展名改掉 扩展名改成叫做BAT的形式 这是一个批处理程序 然后双击 看 那么跟刚刚的效果是一样的 又是蓝屏错误代码 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啊 蓝屏炸弹啊 文件 那么大家有的时候想跟小伙伴恶搞的时候 你会把它发回去啊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对电脑啊 没什么太大的损伤 只不过让它重启一下啊 不用害怕 这都是我们一个恶搞形式的一些操作啊 好 那么这些课先到这里 下一课咱们继续往下讲 谢谢这个视频 谢谢观看